福利乡公所举办花莲市北玄宫生活物资捐赠仪式 今年共计捐赠了115份物资 帮助独居以及弱势老人等有需要的相亲 一行可加广受称赞 福利乡公所举办花莲市北玄宫生活物资捐赠仪式 今年总共有捐赠115份的物资 帮助独居以及弱势老人等有需要的相亲 一行可加广受称赞 民国99年开始北玄宫就每年向福利乡发送普渡物资 今年已经是第15年 花莲市北玄宫多年来积极参与各项的宗教以及慈善活动 已经连续数年向福利乡捐赠普渡物资 捐赠的物资包括了泡面沙拉油米粉 素蚝油饼干麦片饮料以及白米等等 都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用品 这项爱心行动不仅展现了北玄宫信众的关怀 期望能够带动更多人关注弱势族群 记者高中双富一乡采访报道